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 赞比亚 安格拉 刚果布 中非和苏丹为领 长达五年的战争和种族仇杀夺走了苏丹近四百万人的生命 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争 1999年7月10日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冲突各方终于坐到了谈判桌上 区域领导人在赞比亚卢萨卡签署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停火协议 这份来之不易的停火协议使刚果金的形势有了转机 联合国在征得东道国政府的同意后 安理会于11月30日成立了联钢特派团 并陆续进驻刚果民主共和国执行维和任务 联合国在刚果金东部设立的维和任务区之一 坐落在姬武湖半岛上 姬武湖是一座火山湖 也是中部非洲最高的湖泊 在姬武湖对岸就是邻国卢旺达 卢旺达大屠杀时许多受害者被弃尸致辞 由于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 这里一直盘踞着反政府武装 部族武装以及外国武装势力 虽然刚果金停战协定的签署已经十几年了 但动荡的形势使得这一地区的武装冲突 始终没有停止过 按照联钢特派团的要求 从2003年4月开始 中国工程兵赴刚果金维和分队就部署在这里 七年来 一批又一批维和官兵来到半岛 完成了一项又一项 战区营地建设 刚果金机场修建和道路施工修复等多项维和任务 与中国工程兵分队共同居住在这个半岛上的 是乌拉圭维和部队的江河连 江河连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机武谷水面巡逻 而半岛上的安全防御任务则由双方维和部队共同完成 中国工兵分队与乌拉圭江河连共同研究制定了应局议案 一是两国军人组成联合巡逻队 每天定点定时 沿两国营区外围进行巡逻 二是 预有重大险情互相资源方案 在我方预有重大险情时 依靠乌拉圭江河连从水路机动撤出 乌拉圭江河连预有险情时 由我分队支援从陆路快速撤出 三是建立了定期磋商机制 每天由两国指挥员共同研究分析安全形势 为了保障半岛的安全 根据联工坛司令部的指示 我们两国军队制定了半岛共同防御案 并夺次进行联合演练 所以能够做到医有情况 迅速联合行 近期安全形势持续复杂 部分马一马一组的成员 流窜入不卡武士进行捣乱 刚才卡乌姆分遣队通过电台报告 在行至距机场六公里处 遭到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拦阻围困 这是一场例行联合军事演员 假想敌是反政府武装马一马一民兵组织 马一马一民兵组织是甘果金东部地区最大的军事武装 其成员大部分都是儿童兵 根据联合演习指挥部命令 乌拉圭江河连和中国工程兵分队组成混编战斗部队 五分钟后全部进入预定的防御区域 快速反应应急小组 在乌拉圭江河连的引领下 从水路迅速前往任务点实施救援行动 动武动武收到请回答 我是动武游戏 第三战斗小组已到达止境地域 请指示 我是第二战斗小组已占领二号掩体 请指示 六组已占领五号掩体 请指示 四号小组已占领四号掩体 请指示 发灯烟付掉 发灯烟付掉 现在回答 现有科技电报现已发下 现有科技电报现已发下 请注意超收 请注意超收 我应急小分队 我应急小分队 地目的地还有两公里 地目的地还有两公里 请将报文立即转到作战组 请将报文立即转发作战组 报文发动完毕 报文完毕 一艇二艇三艇注意 前方五三米到达潜舱登陆地点 一艇潜舱登陆地点 二艇三艇注意警戒 随后跟进 明天待一次回答 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有好邻居 乌拉圭江赫连的各位军官和我们共进晚餐 长期以来在美丽的基务湖伴 我们公民分队和乌拉圭江赫连 像一对好兄弟互相支持 互相帮助 共同发展 干杯 干杯 对于这些年轻的军人们来说 最感兴趣的就是在空闲时间里和友军进行力量的较量 而这次较量的对手是巴基斯坦护卫队的战役 在甘果金东部地区 矿产资源尤为丰富 行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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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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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